没事 没事 没事的 大夫是妈 没事 我要离婚 秦瑞 我想好了 我要跟你离婚 我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 梦见我们 到了夏宵年的时候 那一片片熟悉的天夜 有两个人 在前面跑着 手拉着手 我一眼就认出了 其中一个人是你 我喊你 大声地喊你 可是你都听不见 我就跑啊 我拼命地跑到你面前 再看清 另外那个人 是赵兴梅 门在一起那么快了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我该走了 好 再给我一个机会 几位 你是知道的 我很爱你 可是那又怎么样了 你的心已经不在我这儿了 我死死留着你这个人 也没有什么意思的 你有了你更想要过的生活 我一定会成全你的 胜男还这么小 我都 我都不知道要你 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他说 比你可悲的是 这些年 我一直以为 你是爱我的 我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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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赵新梅 有人走 门口那不是梅书龙的老公啊 是啊 赵新梅干什么呀 这个事 说不定人家家里有事呢 再说都是亲戚 别八卦了 厂子里人都不方便 你有什么话要说你就快点吃 是不是要跟我离婚 那你答应了吗 我能答应吗 那你来找我干吗呀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你帮我 你帮我 劝劝她吧 帮我跟她解释解释 你是疯了吧 你要我去跟牛主任解释啊 我有什么好跟她解释的 行为没有 行为 那晚是个错误 我们就当没有发生过好吗 我们就别再折腾了 我求求你 我们别折腾了 要是再折腾的话 我觉得舒荣他肯定会疯掉的 是我折腾你了吗 是我伤害你了吗 姐 那天晚上我是认真的 我对你的感情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我恨牛舒荣 我恨他一直霸占着你 我恨你每次都站在牛舒荣那边 可你明明是属于我的 我知道 你是爱我的 我爱你 我爱的是舒荣 你算了吧 你就承认吧 你跟牛舒荣在一起的唯一的理由 就是为了让我难受 我是难受了 我一直难受到现在我承认 我不想再难受下去了 秦瑞现在只要你一句话 我回去就跟牛正国离婚 从此以后天涯海角 我着心没跟着你 我忍着了 我准备了 我忍着你